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其实跟以前有个节目叫做《台湾黑白港》 其实形式差不多 都是聊天或讲讲台湾的近况 跟大家分享一些时事或者历史的东西 当然我们还会保持有移民台湾GPS 那会继续 而且从这集开始我们会在我们自己的网台 暂时的名字叫做杰拉德频道 好像搞到个人崇拜 会在我们自己的网台做 同时也和大肥继续继续一起联播 两边网台联播 是的 大肥那边是巴打台 两边看也一样的 但希望两边也按一下 不看也按一下 好像卖东西不看也按一下 多个view 希望集中一点 除了之后以后我们的节目会访问一些 真的好像群众那样 在台香港人 以前其实一直都有访问 不过就在《沙黑白港》什么都做 以后会开多个节目 叫做在台香港人 直接和我群组一样 那就会访问一些来到台湾 或者刚刚来也好 来了十几十年也好 其实我们很多这些老友 不过时间关系等等 一直都没有机会访问他们 接下来会继续找他们聊聊天 到时三月份 我预计新节会出来了 说到《在台香港人》 其实我们Facebook群组 也有很多朋友 都加入我们《在台香港人》 最近我都换了个banner 认明我们是《在台香港人》 五个字而已 如果你在Facebook 发现一些什么 在什么香港人 超过五个字的一定不是我 还有还有我的博士 话说话 现在新的地址是谁做的 很漂亮 这个很棒 很棒 是名人 不过他说不说也可以 也是要神秘的 很神秘 很神秘 不如下次他上来聊聊天 试试他说不可以 实际叫他爆料 你的相片很漂亮 功夫一流 也提多一次 之前有人联络过我 好像我在台湾黑白港 我留错我WhatsApp的区号 我现在留一次 或者将来再有用再说 我现在留一次 我当时留到852 是错的 不知为什么很快就说到852 其实应该是加886 加886 就是台湾 加886 就是我电话 978 787 616 978 787 616 暂时应该没有什么去找我 也说真的 你WhatsApp我 也没有时间 这么多时间封闭到大家 但是有些人都会留言 在YouTube留言 也可以 在群组留言 我们节目就跟你说 不如这样 我相信 大家对我多多消息 有些认识 很多电视台 或者报纸 也访问 在这波尔文潮中 我是属于最早被访问的那几个 我记得 我记得好像第一个访问 我已经整理了 佛报纸 好像要成报 那么不努力 对 第一个 但是接着那些访问 那些都没什么问题 好 因为之后有星岛 星岛 苹果 然后电视台 就是无线 TVB 香港有线 香港电台 全部都访问过 我只是看那些认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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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玩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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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识你这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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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听到你们一起读大学 底褲两分穿 我都不穿底褲 这么夸张 又是底褲 你偷女人底褲 只是说笑而已 说回正经 多一点对我有些认识 但是很多人 神秘的老温 在我们以前 头一刻说 九十几集 其实也不神秘 也不神秘 不神秘 可能有些朋友 也对他不了解 所以我希望这些集 譬如和老温聊天 聊天 足之到你了 整天访问人 我之前在黑白说 大概都说过 我们三十年前 为什么会来台湾 很久很久 不记得了 已经说了很多次了 再说一下 其实你是什么时候来台湾的 第一次 第一次来 旅行 没来过 你没来过 旅行 一来就读书 我记得是1989年 九月 九月 第一次踏足来台湾 即是1989年9月6日 八九六四 刚刚那年 就是六四元那两个月后 是什么 很心伤 见到六四 那倒不是 晨早已经计划了 是不是失戀了 没关系 香港有很多 一群女围着 你这么说 这集是否介绍我 还是想弃毁我 现在要起你底 是啊 你这么说 1989年6月3日和6月4日 就是我们当时 台湾的联合 考试 朱生 在珠海学院考的 刚刚刚六三六四 六三六四 我在群组分享过 我那一张进考证 是 就是六月三 六月三 六月四 那我们应该同期 在那边考试 应该同时考的 是 我其实六五是 在台湾认识的 是 常常为什么你想过来 不讲过历史 其实我也 怎么说 当然 从小学开始到中学 在香港的时候 那 我初期就不太喜欢读书 后期到了差不多 方法方法之后 就突然间醒觉 读书好像挺有用的 开始想着努力读书 但是也追不及 因为前面的底子太难 太差 就是 就算你怎么样 很用功 很努力 我发觉在香港 要再读上去的机会 很低 基本上 连那些什么A-Level-High-Level 都不用想 是 读完 FORM-V之后 我也有从考一年的 从考完之后 就觉得 对读书有点兴趣 但是 在香港没有机会 再上去的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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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有机会 可以去其他地方 读得到 跟我爸爸商量 那时 我爸爸就说 既然读书 想继续读 有兴趣 那 譬如你说 澳洲 欧洲 美国 肯定家庭 基本上 因为太贵了 那 如果想读 那有一个地方 是 台湾 第一 够便宜 那些学费 第二 其实我在台湾 以前有个 亲戚 是的 之前一直都有联络 但也不是那么亲密 那 我爸爸就说 如果你真的有兴趣 你 或者找一些资料 台湾那边 如果真的可以的话 就过去读 但是那时贵不贵 读书 很便宜 但是现在好像 我听到 都不是很贵 好像比现在 都是便宜一点 现在真的贵了一点 贵不太多 台湾那些物价 20年前 现在都差不太多 我以前都听到很多 听到很多 香港的年轻子女 都过来 台湾读大学 真的很多很多 我们的踢球都认识 另外网页 我看到很多 那时候我来读书 真是为了读书 不是为了移民 要找另外的地方 没想到那么长远 没想到那么长远 只是 读到大学回来 都不错 有的 有大学身份 各样的 你虽然也去大学 是不是 就是这样想的 所以为了读书而来台湾 其实对台湾也不了解 我连国语也不会说 听也不会听 来到第一个星期 是很大的 我不知道有没有跟你说过 我去那些福利社买东西 都不知道怎么开口 我听过杰大说 来台湾学国语最后一个方法 是一个捷径的 挺大说的 那时候我们学校 我讲教桥大学校 有傻大学校 老师说 ts思即快点学国语 去台北市 溝女 他快点学国语 我也是听老师说败你 对 aloud 你真是好學生 你真是這麼聽話 還加倍努力 一次幾個 我們要說一點點 剛才我們很說 9月6日老溫第一天來 因為我也是那天來的 我有印象 當時你們兩個不認識 我的印象是很好的 有巴士接送 當時在桃園機場接我們 我們加入在一起 老溫應該坐在旁邊 在巴士上面 我叫他 這個人經常傻笑 我們的學長在介紹在學校 我說這個人 他坐在窗口 我坐在旁邊 這個人經常傻笑 學長在介紹學校的東西 他經常在笑 這個人經常傻笑 你有沒有流口水? 去到學校之後 我們可以登記 登記住宿 學生都排隊 有很多朋友 兩三個一起 三五成群 我也是一個人 老溫好像排我 不知道排我前面還是排我後面 一直在我旁邊 這麼不努力 坐巴士就坐在你旁邊 又讓你看到我偷笑 排隊又在你旁邊 又戴著你 但你怎麼認識我 有沒有印象? 怎麼認識我? 排隊差不多到 你有沒有夥伴? 我問我 沒有 就在一起 你忘記了嗎? 沒有 我還記得 30年前 已經 1989 30年前 我真的記得很清楚 有沒有夥伴? 沒有 就在一起 就跟他一間房間 做室友 四個有一間房間 其他兩個是香港人 馬來西亞 馬來西亞 因為他是故意隔開的 真的 不會全部香港人 我發覺台灣有很多馬來西亞 我出去吃東西 看到很多馬來西亞工讀生 工作的 這麼年輕 你跟他聊天 有些懂得說廣東話 沒錯 因為馬來西亞有很多 說廣東話 很多話人是廣東人 廣東人 很多可以工作的嗎? 有工作證 可以申請就行了 大學生兼職出來工作 這麼有趣 我們的年度 我們當時 我不知道現在沒變 當時馬來西亞 簡單說兩句 馬來西亞其實無關 他們那些華人是沒有前途的 我覺得大學 又是馬來文 不知道怎樣才考上去 所以那些華人 幾乎都來台灣讀書 還有馬來西亞當時 跟中國是不妥的 是 所以不會回大陸 所以全部都來台灣 30年前 我不知道現在有沒有改變 現在我看到很多馬來西亞 很多馬來西亞 但那些應該是未畢業的 大學生 在這裡工作 可能做兼職 大二、大三 但一畢業大部分都回去 不會留下來 成績全球馬來西亞 比我們香港的學生好多 很多 因為剛才所說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環境問題 剛才所說 他們在馬來西亞沒有前途 所以來台灣讀書 全部都是馬來西亞的精英 我們香港過來的那些 精英會讀什麼 在香港 就是告訴我 那些不能讀書的人 我都說 我都說 不是想改變 改變現在 對 那些精英 去港大、中大 怎麼會來台灣 所以我們一定輸給他 就是這樣 認識了魯溫 同一間房間 我記得來了 沒有了 然後跟他去台北 就被你戴壞了 從此 不是吧 我跟你學習 從此墮落 然後魯溫說 他香港追求女兒很厲害 然後我學他怎麼追求女兒 是嗎 對 我什麼都不記得 就說 你繼續 你繼續 剛才說到 就是 真是為了讀書而來的 一開始入學 那一個星期 其實都不容易頂 因為 上學 老師全部都講國語 其實真的很多都聽不明白 第一個星期 真的聽不明白 你說的是香港學生 很多都聽不明白 我自己 可能很多 例如阿 傑大 他本身懂國語 可能會好 或者好一點 我也是來台灣玩過過幾個月 吃一點點過月 就是 人家說你吃得多 聽到一點 台灣人的口水多 就會學得快一點 多月幾個月後才吃得多 就是這樣說 我最初真的 說又不懂得說 聽又 聽不明白 是 但是很快 不知為何 一個星期之後 突然開竅 真的懂得聽 六七成 七八成 接著很快 聽就沒問題 一個星期之後就聽就沒問題 但是說了差不多半年 都是凹凸 那個音咬不到 咬不得 真的咬不得 我不知道是否 就是 怎樣叫做 流風 還是怎樣 現在很多香港人 就算他國語都很好 聽到 但是台灣人一聽就知道 一聽就知道 你不是本地人 你是哪個人 口音 口音和發音都不同 是的 而且我們沒有真正讀音標 那些主音 他的主音分得很清楚 有四個音 其實 或者這麼說 不要說香港 他台北人和台中人 說話都不同 差點 台北人都覺得 你說話那麼台中 也會 有些美音不同 南部也不同 南部也不同 陳水扁那種也不同 所以正常 我們有口音很正常 所以不需要介意 你說要消除口音 是無法消除的 是的 就算你好像 我在美國 那些也是 美國人也是 你一聽就知道 你從哪裡來的 是芝加哥來的 你是哪裡 是總的 一定是阿老 口音要聽得到 這樣說下去 會不會說不完 說不完 說十集也分不完 會說十集 老溫的秘密 1989年 這個還未脫離 好 繼續 先不打擾你 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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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主要就是 我是 我是為了讀書而來的 簡單來說 很順利 讀完喬大先修班 一年 然後又去了大學讀 東海大學 在台中 讀完四年畢業 嘩 先插一插 東海大學 我之前是住對面的 嘩 真是大到 你怎麼會住對面 對面是醫院 東海大學 對面 另外一邊 對面是大到的 正面 嘩 我基本上 怎麼帶你形容一下 乘巴士 頭到尾 要乘兩個巴士站 即是上車 一個巴士站 不能下車 第二巴士 才下車 即是頭尾三個站 其實不止 很大 三個 最少三個 很漂亮 進去 基本上我不喜歡讀書 進去我都想讀書 真的很漂亮 那種環境很漂亮 真的很漂亮 香港人想想 可以讀書 如果這間大學 初期我真的特別選過 基本上 因為我們讀完橋大先修班 就要分發 根據你的成績去選 在未選之前 其實我趁考完試 假期 有空 不知道我自己還是跟你 有沒有一起 我和你去很多地方 你和我一起下來 和你走很多地方 就是每個想去的大學 的地方 去了解一下實際程序 台北也有 東吳 婦人 我都看過 國立那些 都有看過 我記得高雄門 和你看中山大學 中山大學 在高雄 很漂亮 貝山面海 很棒 很棒 還有 台中的東海 馮甲 中興大學 都有看過 一來到 台中的東海大學 真的很吸引 入到整個大花園 然後是一個很美麗的大教堂 又有牧場 很出名 有魚牛 有很多隻魚牛 我記得我第一次見到這麼大的魚牛 我看到那些宿舍 就好像深山別墅 正到雲 感覺上好像木搭那些唐朝建築 老師那些 老師也好 我們也是 我們那些也是 還有很多的課室 都是仿照唐朝的建築去做的 很漂亮 我以為日本的唐朝 很漂亮 我正想說 我帶很多朋友去東海大學 日式建築 日式建築 是唐朝 不是日本的 是仿堂建築 日本也是仿堂的 是嗎 日本也是仿堂 所以一看到這樣的環境 肯定是這個 不用想 至於你四年都在這裡生活 挺優柔自在 每天見到大草坪 一開窗 又有樹 有松鼠走來走 他挺開心 是 所以當時 因為這些因素 就決定了 去東海大學 很漂亮 東海大學 所以香港朋友 有空來到台中 都可以進去參觀一下 他好像是開放的 開放的 開放 裡面有東西吃 你坐完巴士 然後走進去 裡面有東西吃 如果你遇到學生 譬如上學的時候 有食證 有食證 有有有 好幾個餐廳 他們認識老溫那些 他們是校友 可以駕車進去 認識我 不是我 你也是 你也是 連我都被人 背景了 可以駕車進去 不用走那麼遠 沒有那麼狠 可以駕車進去 吃雪糕 駕車進去 我們不久都會駕車進去 現在 這幾十年來講 幾乎有時候 一兩個星期我都進去 兜一兜 吃個飯 坐一坐 喝個咖啡 很棒 其實我以前 三幾年前 那些 第一批 駕香港移民 我都有駕車帶他們進去 是的 那些全部都沒有聯絡 所以 自此之後 不再帶人入東海大學 沒關係 我們時間也不多 快速講完這個 下集再講 有很多話講不完 因為 有百多講 現在還沒講你畢業 不是 學校的話講應該差不多 是的 為何要給老溫講這麼多話 因為讓大家了解他的背景之餘 他發覺他很多資料 是非常有用 而且他真的住了幾十年 是累積以來的經驗 比我更加 比我更多很多 所以一定要介紹一下他 下一集繼續講他 好 大家如果不嫌悶的話 我悶悶很開心 下一集多講一些學校 以及處理社會工作 找工作 我們想知道這些 想知道更多這些 好 下集再見 拜拜 下集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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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